21号 福建漳州圣北宇元代海船遗址水下考古成果 在漳州市博物馆首次展出 这次展出文物总共422件 集中展现了我国古代海洋贸易的繁荣形亡 此次展览分为海船迷宗初浮县 绿沙去泥探围墙 古港扬帆永踏浪三大部分 共展出漳州海域出水文物共422件 包括碗 展 盘 洗 高足杯和香炉 以及龙门大盘和双鱼洗等 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参观 根据瓷器的造型 还有它的烧道工艺 类似武建谱的这种文士 就推断这条船 年代应该是元代晚期 还是一艘海外贸易的船只 我们希望其实就是说一点待面 就是说通过这种 通过大家对这个圣杯的关注 了解水下考古事业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说对我们整个中国的 一个海外交流的一些 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 据了解 本次水下考古成果展 将持续到12月31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